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咽了一下口水 老王展示109千万缝隙 这装备宝宝把老王缠的直咽口水 啥玩意啊 17段的无级别水星头 一个109的带17段无级别水星头 七位素装备在身上的话 它腰带是110级的 我估计是简易分动特技 这个就叫专业 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简易分动加光辉 对吧 那没有无级别分动特技的情况下的话 那这个腰带是目前的神威的最优解 属性也尽量极限化了 110级多一段宝石还多点熔炼 简易分动加特技 100级的分动特技本来就是天价了 100级的分动特技比130的都只会高不会低 项链的话其实一定是大特技 武器和项链必然是大特技 项链是精心神龙或者罗汉神龙 没见过罗汉神龙所以是精心神龙 罗汉常规 武器的话是神幼 加效力 担加敏捷 29 伤害呢是476 数字伤害396 他们对神幼的追求 宁愿放弃20个属性点 鞋子无级别 无级别17段 无级别的衣服打了17段的光芒 我 这戒指啊这戒指一般人看不懂 因为100级的戒指国标的速度是8 12是极限 封印国标是10 速度爆了8 封印爆了5 戒指防御还爆10 这戒指从上到下所有的全都爆了 啊这属性拉满啊 这属性拉满 这戒指类似于卡巴格了啊 这戒指 这俩灵士啊 这俩灵士真的是啊 在同时有封印和速度需要的需求的同时呢 属性极限化啊 600俩灵士不看了 哎呀我去开局用昆 600俩灵士我能想象的 就咱们就盖揽一眼 别细看 这只杀人利劈 就是常规高资指 利劈神马 我不知道为什么 咽了一下口水 壁垒三恶加高强力 静台三恶 静台三恶 明年用 死亡法防 静台三恶 过分啊 过分 太残暴了